他是喜歡看你 就是被嚇到 看你痛的感覺 還是他是想要讓你有 肛門性交的快樂之中 那那個東西是陰莖還是玩具還是手指 因人而異看你們的喜好 那重點呢 不是什麼東西放進去 重點是你放進去的時候 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可樂研究社已經有官方的Line囉 不管是對極致黑G馬卡有問題 還是你對可樂商城裡面的產品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你不知道你買到的到底是正版還是操版 那麻煩現在你看到影片的同時 這邊你可以加入我們的可樂研究社的官方Line 裡面會有我們的專業客服回答你們的問題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許蘭芳 歡迎來到可樂研究社你的兩性知識專賣店 那這個單元呢是很多粉絲跟網友喜歡 就要可樂告解式讓我聽聽你的故事 那今天的粉絲寄來的信是什麼呢 今天的主題是 藍芳博士好 我跟我女友交往十年了 這段愛情長跑的時間裡 一直都是過著很平凡的生活 我們不就是過很平凡的生活嗎 不然一般要過什麼生活 但女友卻有一種十分特殊的興趣 特別鍾愛BL文化 也就是網路上俗稱的福女 她對BL喜愛的程度誇張到小說跟漫畫已經堆滿了家裡 我也十分尊重她的興趣 還為此特別空出一個房間讓她放收藏品 讓她有自己的空間可以沉浸在她的小天地 可是有一次我洗完澡半裸的趴在沙發上滑手機 她就默默的走過來坐在我身腳的位置附近 不知道哪根筋拐道 突然把我的浴巾扯走 大力的用手指往我的菊花一插 這一劑毒龍鑽讓我痛到說不出話 整個身體縮起來在沙發上至少五分鐘吧 但她卻笑得很開心 從那次之後 感覺像是開啟了心中的某個開關 三不五時她就會突然抱我菊花 制止過她 但她說她還是會忍不住 現在是我下班時間 我正在家裡留下車庫 確實是不敢上樓 我該怎麼辦 Be a 文化 ghost love 文化 就是男性之間的戀愛類型的主題 那喜歡這樣文化的女生就叫婦女 那這個男生他的女朋友有這樣子的嗜好 那因為男生跟男生之間的戀愛類型 跟他們的情愛的類型跟性交的方式 其中一個就是有鋼交 那當然異性戀也是可以鋼交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要再覺得 鋼交是屬於什麼什麼 沒有 鋼交是屬於性行為其中的一種 只是男生跟男生之間 他們用的比例會比較多而已 但不代表一定是誰才能用 這樣聽得懂嗎 那因為這樣子呢 那女生就可能看了漫畫之後 就開始對她的男朋友的 鋼門產生了興趣 然後就會這樣子搓她的鋼門 那她現在被搓到害怕不敢回家 還怎麼辦 那其實呢 要從幾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就是你的女朋友 她是喜歡看你 就是被嚇到 看你痛的感覺 她覺得很上癮 還是她是想要讓你有那種 真的在鋼門性交的快樂之中 這兩個不太一樣 一個是在捉弄你 一個是在讓你享受 假設她是在捉弄你的話 那也許你可以跟她溝通 她可以跟你玩 但是她這個搓已經 讓你的鋼門有點不舒服 或者讓你的心理不舒服了 可以跟她溝通 那請她不要再這樣子 會不會造成的陰影 是可以講的 你必須講出來 那假設呢 你跟她溝通之後發現 她其實只是想要 跟你開發另外一種情趣的性交方式 那麼 這樣子的方式就不能用搓的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要放鬆 那當然另外一個伴侶 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可以 這個鋼交不管是男的跟女的 女的跟女的 男的跟男的 都可以進行的一個性交方式 鋼交方式 顧名思音就是 有東西碰到鋼門 這樣 白點就是這樣 那那個東西是 陰莖還是玩具 還是手指 因人而異 看你們的喜好 那重點呢 不是什麼東西放進去 重點是 你放進去的時候 第一個 你的鋼門 你必須要先放鬆 如果在一個人緊張的狀態之下 只會縮得更緊 你硬搓其實就是會不舒服 會痛 那你放鬆的時候 讓你的闊躍肌放鬆 你比較有辦法把手指頭 或者是其他的用具 慢慢的放進去 那放進去呢 你是要摸前列線 或者是你只是想要 碰觸鋼門四周的這些 靈感的神經 都可以 鋼交不見得一定要放進去 鋼門四周也有很敏感的神經 你光觸碰鋼門的四周 其實有一些人 不管男生女生都會有興奮的感覺 那當然只是 男生跟女生 透過鋼門裡面得到 高潮的路徑不一樣而已 那也不是只有男生才會高潮 女生也可以透過鋼交的方式 經過會因的神經 打到高潮 那就是看每一個人 怎麼樣讓自己 或者是幫你的伴侶得到高潮 重點是 你的手要放進去之前 指甲要剪 然後記得帶直顯套 你的陰莖要放進去 或玩具要放進去之前 一樣要清潔 還要帶保險套 然後重要的是 戴完套子之後 潤滑液 只要跟鋼門有關的 性交方式 一定要使用潤滑液 而且我建議的就是 細性的潤滑液 有些在市面上 細性的會配油性的 那油性的會傷害保險套 那完全細性的潤滑液 當然就是我們PJ Zanjoy的Air 它是完全細性的潤滑液 是不會傷害保險套的 可以用這一款潤滑液 去使用在手上 或者是玩具上 或者是陰莖上 或者是你塗在鋼門外面 都可以 那重點一樣 是要慢慢的 輕輕的放進去 或是你用手在鋼門周圍 環繞 讓對方產生舒服的感覺 那這個的前提 其實都還是來自於 兩個人的溝通 你可以跟他說 你喜歡或不喜歡 你願意嘗試 那女生呢 想要嘗試 想要讓男朋友開心 你也可以講 那假設 其中一個人 真的不能接受 那也不要強求 也沒有說 哦 老師說 這個是可以做的 又不是變態 所以一定要吃 沒有什麼是一定的 只是說 這件事情是被允許的 可是 只要你不願意 它就不可以在你們之間出現 因為這樣子 會破壞你們的關係 所以不管是哪一種性交方式 都是要 兩者知情同意 願意嘗試的情況之下 去進行這樣的性交方式 才有辦法在放鬆的情況之下 真的去享受 這樣子的性交方式 帶來的愉悅感 所以你必須先跟你女朋友溝通 她是喜歡捉弄你 還是真的想要跟你嘗試 肛門的性交方式 那如果是的話 也許不一定要用手 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那但是 可以讓你在做好 心理準備的情況之下 也許會獲得更好的 互動跟感覺 那看你是怎麼樣 你要先釐清清楚 那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 那也明白了 告訴你朋友 你就是不能接受你的肛門 被其他的人 哄觸 那你就請他尊重你的性交喜好 那這個沒有對跟錯 就只有尊重彼此而已 總之不是因為這件事情可以做 所以你一定要做 而是你的對方 他可不可以接受 他喜不喜歡 你們兩個人 願不願意讓這件事情 在你們的關係裡面出現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呢 你現在看完影片 應該可以上樓了吧 因為有一段時間了 那好好的去溝通吧 喜歡我們影片的人 記得按讚 分享 留言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掰掰